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上个周末三名大学生为了救两名落水的男孩子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他们本身并不会游泳 这么做到底应不应该 他们这么做又到底值不值 严松怎么看 我觉得生命不是做算术题 也不是写论文 无法用几个换几个来做值不值的这个讨论 也不能像写论文一样 我们要提前打草稿 然后列出一二三四 然后再开始 我觉得那一瞬间的那种直觉和采取的行为 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这三个年轻人是英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从上周末到现在这两天多的时间 实际的进展 我两个儿子跳起来的 他们现在好好的 你们放心的走 对我们大家来说的话的都是一个忙好的的 今天上午在湖北荆州的宝塔河边 聚集了很多自发前来的人们 他们带着咸花和碗莲 前来悼念三个素不相识的少年 陈吉时 何东旭和方昭 三天来 这三个名字无数次的被人们提及 他们建议勇为搭救落水儿童不幸遇难的事迹 也被人们所关注 昨天下午 与他们一起参与救人的十多名长江大学的学生 以及东勇队的队员 就已经被当地有关部门授予英雄集体荣誉称号 而被他们救起的两名落水儿童 昨天也在父母的带领下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 前往宾馆探望并跪歇遇难学生的家属 被救儿童的母亲当场给何东旭的父母跪下磕头 并连声说对不起 一面是被救学生的感恩 另一面是大学生的感恩 昨天下午 长江大学的大学生们在河边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 向参与救人的东勇队敬献了锦旗 但手捧着锦旗的东勇队员 脸上却没有露出笑容 仪式过后 参与救人的东勇队老人 把手中的鲜花放进了江中 因为是真正的鲜花 我们感到很惭愧 我决定把市政府和区政府送给我的国文心 我全部整个他们手段的家属 我们不应该对这国文心 因为这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方昭的寝室里 同学们把他生前用的东西 依旧保持着他离开的原样 在河东旭的QQ伯克里 短短几天 就有许多朋友前来留言缅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